我靠这转牌 这离了大扑啊 真的是一张八 还是一张黑头八 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来看这一手牌 尼卡尔波拿到一手五十草花 但是他并没有入池 马尔瓦诺的钩九不同色 加住到了五百 牙医在嗨债位 用一手圈钩砸色做了三败 而波波老板枪口味的struggle A3红桃四败到了七千 最终只有牙医跟了下来 ABB面flop566 两人谁都没能够中牌 那么又到了斗智斗勇的环节了 波波老板翻后正常打上一枪 但这一枪打的并不是很重 五千刀 Dentis秒阔 转牌一张草花二 这个牌面啊 两人一个四败入池啊 一个跟住入池 那么这牌面怎么看啊 跟两人都没什么关系 不过转牌的这张二 对于波波来讲也算是有帮助啊 给到他一个卡四的后门的顺子听牌 还要打吗 波波老板 如果考虑到牙医啊 试用一手大口袋队子入池的话 那么波波波想赢的话真的是很难啊 转牌打出一万五 这一枪额度就比较大了 但牙医还是扣了下来 哇 真是一个敢打一个敢跟啊 最终合牌是一张A 波波老板拿到后门的顶盾 这很舒服啊 这样的话 我觉得波波啊 还是可以正常去开枪打价值的 只是连续两条街都选择跟住的牙医 总得做点什么吧 好 那么波波就当着牙医 是什么口袋钩啊 甚至口袋圈的这样的牌啊 来打 五万的波 这大概是一个三万刀左右的下注 而我还是没搞明白 这手牌牙医到底想干什么 这是想演自己后门中A是吗 我真的觉得很难行得通啊 因为如果拿着超队啊 转牌那一枪跟住还能理解 如果拿着一圈一K这样的牌 转牌按数啊 波波老板的下注牙医是跟不动的 而能跟得动的牌行呢 大概率就是一手大口袋对子了 而如果牙医考虑波波是口袋对子的话 那波波真的是没必要再合牌 再打出这第三枪啊 所以牙医应该想到啊 他撞到A4的概率啊 会非常的高 原解说再说牙医啊 再扮演一张六 或者是一手什么三四这样的牌 可是如果拿着三四或者五六 翻前真的跟得动波波的四败吗 I don't think so 所以这手牌啊 我觉得牙医这个故事真的讲不通啊 数出了五万五千 波波老板加油啊 只差临门一脚 一个大地池诞生了 来了 波波跟住 果然强行bluff 往往没什么好下场 恭喜波波拿下这个二十二万五千刀的坡 继续往下看 没人入驰吗 看到位 Francisco A5不同色 前手加注到了 四百刀 查尔斯装卫拿到一段 call了下来 小盲卫的老卫 全二盖掉 大盲卫安迪 三六不同色 三六不同色都要跟吗 波波老板 枪口味的straddle拿到一手A钩草花 Race到了三千四百刀 但这个挤压并没有奏效啊 而查尔斯呢 在装位后手 反手是 拿口袋二推楼印 哎呀那这样的话 波波应该会跟啊 这毕竟刚才查尔斯在装位啊 是平括了 呃前面四百刀的加注啊 哎我说查尔斯 你有考虑过咱们观众朋友的心情没有啊 十万刀的底吃啊 你给我来一个小底吃 哎如果你真的觉得是小底吃 能不能把筹码邮寄给我 好只发一次牌 哦转牌一张二 那查尔斯运气不错啊 可得二直接赢了 哎呦 羡慕不来啊 十万刀 小底吃 我会记住你这句话的 继续来往下看 查尔斯四五黑桃 Race到了六百 波波老板装位 A2不同色跟注 小盲位的马拉诺 九十方块三败到了三千六 查尔斯跟了 那波波直接盖掉了 两人单挑 来看翻牌 A467 呦 这个牌发的有点意思啊 两人同时拿到一手顺子听牌 但一张八呢 反而是两个人闹死啊 我靠 这转牌 这离了大波啊 真的是一张八 还是一张黑桃八 我这不是要查尔斯的命吗 两人同时做成了顺子 一个顶顺 一个底顺 而查尔斯呢 不但拿到底顺 这还是一手后门的铜花顺听牌啊 转牌 马拉诺打上八千五 查尔斯要反家了 他不知道马拉诺啊 是否拿的是一张A4啊 在下注啊 查尔斯反家到三万一 马拉诺反手推出欧印 这个时候查尔斯应该已经预感到不对劲了 只是 一手天顺 又是一手 铜花顺听牌 他又怎能负得掉呢 一个秒扣跟下来 底持瞬间 从一万五千刀 拉升到了二十三万两千四百刀 这手牌 两人决定发两次牌啊 第一次发牌 没有黑桃 没有黑桃 对于查尔斯就没有帮助 再来 颜色还是不对啊 恭喜马拉诺的顺子 吃掉了查尔斯的小顺子 赢下这个大底吃啊 老魏在边上还在补刀啊 说你这个牌啊 就应该跟住啊 你没预感到对手会拿到顺利了 来看这一手牌啊 波波老板拿到了一手AK 三千八百刀的瑞斯啊 很大 最终只有枪口味的安迪啊 用口袋巴格勒下来 两人单挑 这手牌AK有位置优势 翻牌 勾圈三 这给到波波老板 一个纳斯顺的听牌 但安迪呢 反而是被盖了两点帽子 安迪过牌 波波正常打上一枪 底持八千变成一万两千九 面对这个半池的下注 安迪一个秒跟住啊 他想看看波波是有勾 还是有圈 还是什么都没有呢 转牌一张三 安迪过牌 有勾的人转牌应该不会打 有圈的人呢 有可能打 也有可能不打 而波波老板 却打出了一个满池 那这么打的话 这很难让安迪去相信 波波有勾或者有圈呢 为什么尺度要拉这么大呢 这这么打 乍一看啊 很像是一手什么AK啊 或者是类似于K10这样的顺子听牌 又或者是一手花顺双抽 安迪还是跟了下来 他不相信波波说的话 最终合牌 这张合牌是张好牌啊 这给到了波波 去扮演一手前门顺子的可能性 如果手里拿的是K10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 在合牌啊 已经做成了顺子 而波波这手牌想赢 他就必须进攻 他知道安迪手里啊 要么有勾 要么有圈 伯伯这一枪还是打出将近一个满池 把自己的故事啊 算是讲完了 连续三个满池的下注 这一枪一旦开出来 那难题就是安迪的了 这手牌波波演的牌啊 要么是一手K10 要么就是一手勾圈两对 对于安迪来讲 能赢的呢 就是一手不拉夫 经过短暂的思考 安迪最终还是选择了盖牌 跟波波说 痛啊 太痛了 你以为你能摸清波波老板的牌路 那你就错了 波波老板打牌是非常多变的 好 那么随着这手牌结束呢 这期视频也先告一段落了 咱们下期接着看吧 下期见 我还有个真正的 真正的 但是 你真的将在潮池的沥 Lisa 我只说 我是冲突 委屈的沥 是冲突 有关子 我做的 真正的 真正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